虽然曾经的酒窝门女张婷呢 现在早已经蜕变为了酒窝女神 岁月呢也让她愈发的成熟啊 如今呢张婷呢 更在这个电视剧《武则天理》 收起了往日非常阳光的笑容 对 她演起了一个蛇蝎心肠的贵妃 先不说这个角色有多折磨人啊 光是那一身行头 就已经让张婷吃了不少的苦头 步履蹒跚亮亮相向 张婷下一个楼梯 都走得小心翼翼 原因嘛 除了是被这繁复的衣服绑得动弹不得 更是因为顶着这个超大的发际 下车困难 其实上车也难 看看张婷的自拍 这地态怎妖娇二字了得 我每一天上车都要三个人扶着我 因为这个车子进不去 然后我是半躺着进去 那司机只抓住我的手 扶住我的腰 然后另外一个人要扶住我的头 另外一个人扶住 反正能扶的就扶 然后就上车特别困难 看看张婷这单薄的身子 顶着这么大的家伙 还真是不容易啊 有一天我几乎快崩溃了 拍了一场戏 我说不行了 我真的好痛 痛到那个头 就是觉得好像 有那种很多针在扎在头顶上 我从来没有说拍了一半 就说不行我给卸头 那天我就把头卸了 我头上都是包 十几斤二十斤跑不掉吧 我觉得 除了超重的头饰 戏中大量的台词 也让这位实力拍的演员累得不轻啊 我特别辛苦 因为戏都是一大段一大段一大段的对板 然后别人就在那听听听听听听听 不过这一场戏 倒是没怎么听你说话呀 最轻松一场 其实在新剧《武则天》中 张婷要挑战的 可是维飞这个大反派 十年来第一次演反派 张婷的压力可是不小啊 于是没事就拿着剧本琢磨戏 女儿看到平时温文尔雅的妈妈 瞬间变凶也是怕怕的 自己一边讲对白一边演 然后我女儿 四岁半的女儿就看着我这样 妈妈 你这是演坏人哦 特别好笑 连四岁半都看得出我演坏人